你今天给我安分点 过来今天随你怎么到 你这红套我给你出洋相了 从小到大你出了洋相还是什么 好好对我的女儿啊 顾承泽先生 你是否愿意 娶夏千寻小姐为妻 不愿意 夏千寻小姐 你是否愿意嫁给顾承泽先生 我愿意 新郎可以问新娘了 他就是顾承泽 完了完了 我睡了我姐夫 怎么办 迟钻你干嘛 没干什么 苏苏 显哥 我和李柱才是真爱 我和李柱才是真爱 她姐 她姐 我去她就要见 我送你去吧 要想什么 等你哦 等我 等我 你去吧 那天啊 我 好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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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喝那么多酒 哈哈哈 帅哥 我 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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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 喂 怎么了吗 谦哥 赶紧回家 你姐不见了 什么 爸妈 发生什么事了 你姐姐可不争气的 让我们可怎么办呢 你姐姐 赶紧回家 你姐姐 赶紧回家 你疯了吧 我不要 回国没多久 居然这么迷住 早就都不回来了 从小到大 我们也没要求过你什么 让你过得随心所欲 现在你也该为这个家 做点贡献了吧 顾家人又不是傻子 突然换了个人 他们会不知道吗 这两年你都不在国内 跟顾家也没什么接触 而且你从小就机灵 硬服一阵子 不成问题 我不要 你难道要眼睁睁地看着我坐牢吗 如果今天没有人从夏家架出去 那么明天 我就会躺着被人抬出去了 你自己选吧 老夏呀 你怎么说这话糟了 你把我也带走啊 老夏俏滑完这么多人 这房子就能还站 欠你们一天之内 给我搬出去 他们觉得我不争气 嫁过去 不怕给他们丢人了 要我说 你就先嫁过去 解了这人为之急 等把你姐找回来啊 再把你换回来呗 那要是找不回来呢 那刚好将计就计 据我所知啊 这不成责 专一多金又帅气 说不定呀 你真的就爱上他了 你这什么价值观啊 我已经替你调查过他了 绝对的人类高质量男性 放心吧 我谢谢你啊 不过 说的有点道理 那也不行 好歹说几个 不能那么可爱 还就是不成责 完了完了 我睡了 我姐夫了 怎么能办 昨天不睡了 姐夫 今天我嫁给了姐夫 这就有什么事啊 怎么这么激动 我 我大姨妈 好像来了 我先这样子 夏倩哥 你一定要保持冷静 色游对你来说 简直就是小儿科 什么美色 你没有见识过 这是你姐夫 千万不能做出大逆不道的事情 如何再喜欢这夜为乱的向对方提出分房睡觉 告诉对方你有神经事业 这毕竟磨牙打呼 不管和谁睡得在想睡着 我想想 昨天不是刚睡过了吗 从各个宿店找些为差价 回事都是批判对方 这个不可以 夏倩 我出去一趟 哦 好 哦 哦 乱胆 啊 好难受啊 啊 好难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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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子 啊 啊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好 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您好 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怎么不接电话 难道说什么声 剑哥 我听说你也回国了 一直都没有机会见面 想不到在这里碰到你了 真巧 剑哥 我只想说 其实是我和李舟先认识的 我没有拆在你 其实 李舟挨得一直是 别出来丢人了 这位小姐 这位是故事总裁的夫人 夏千哥的姐姐夏千群 人都没搞清楚 就出来卖表 这可是相当不敬业的表现 喂 爸 剑群呢 他不在 最近都没回家 我们是发生什么事了吗 哦 这就是倩哥那个专检垃圾的闺蜜啊 也是 看起来就一副表里表气的样子 哎呀 你干嘛呀 你去哪儿啊 怎么一不识相和我说一声 为什么不接电话 难道给我记得手机打电话了 嗯 手机没信号 叮咕叮咕叮咕 没有打电话 哦 刚刚我们在地下吃酷 那你没有信号 我刚刚好像吃坏东西了 肚子有点不舒服 那我们先回家 那我们先回家 什么都是我盯着的图案啊 送你了 夏千哥 忽然是 这下被我抓住大堡的 有什么好笑的 我害怕你受伤大发 问问我俩个身体 咱们还是分房睡吧 哎 别闹了 你不是身体虚弱吗 好好休息 你不许约过这条堂发线 你不许约过这条堂发线 天啊 哎 你有没有听到一些响声啊 没有 你仔细听 好像有东西在爬 好像 有吧 会不会是蟑螂啊 也许吧 不对 是小白 小白是什么 之前家里有些冷血爬行类的小可爱 但几天前跑丢了 一直都没找到 不会还在屋子里吧 哎 那里那里 没看见啊 在那边 那里 别动 我 不是不允许约过三大线吗 我说的是你 又是我 大红明星金粗拉摄影发文 一次曝光新娘夏天雪插图两人感情成功上位 究竟谁是好吗 老头 警察新闻你看到了吗 我看到了 之前的绯闻是什么情况 为什么我不知道 事前 警察还会营造了您的CP方位 没想到另一方当成 是我的出户 我会尽快够忙解决的 站住 这些被闻是什么情况 都是些小报记者胡编乱造罢了 结果就是胡编乱造 还受人故意为之 很快就知道了 顾总您的意思是 有人在背后操纵这件事 你觉得呢 金粗拉 damage 你知道公司为了朋友砸 Merc基瀉了多少钱 如果不想故事和你几约 就把心思放在工作上 顾城泽 你至少是我的 女星金苏拉练情疑似的插图 且南方果醋与甘女子结婚 金苏拉深演发文 相爱合理相守 有解心酸味 现在的人也太没底线了吧 在此之前就有狗奶排到 南方与甘女子在宾馆私会 场面十分刺激 让人心跳加速 你们是你家欢 金苏拉练为之前的美文信号 有什么探访吗 祝福夏小姐心想事成 请问夏小姐在美国树栋 才是保有用的吗 这是对你和布洛 这女孩是因为这种子好吧 我可没有这么说 你不要瞎猜呢 要不是小姐的金苏拉才吃的 顾城泽从来出过小子苏拉 你们什么都不知道 就别乱说好 好你个顾城泽 居然敢吃着碗里的 看着锅里的 喂 洛莎 把你账号借我一下 拐了 被疯了 什么 连你 女星本身太可怕了 她想准备请你大妈三百回合 没想到第一队说完 就被举报放过来 早知道 当前编了八百的小子 我们才发 顾城泽 新闻你都看到了 你和那个金苏拉到底是什么关系 你知道我在网上被骂得有多惨吗 我跟她没有关系 我会把舆论处理好的 相信我 你说没关系就没关系 证据呢 我对你太失望了 你听我解释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终于有力要离开公家了 我要回家家了 我跟你一起去 一会儿人准备点东西 不行 发生那么大的事 我总要回去跟我爸妈解释一番 你还是先处理好这件事情吧 再去也不迟 要不然再这么解释也没有了 我回来了 能不能有点淑女的样子 我这几天做你们大女儿都快累死了 还淑女 姐找到没 我怎么办 给图花 你都结婚了 还能怎么办 她要娶的是你们大女儿 又不是我 左药都是我们下家的女儿 谁家不是家呀 那你自己去跟她说 等下家的企业好转再说 你先回去 警察会找到你姐的 万一被拆穿怎么办 你们有想过后果吗 有想过我吗 凯文 告诉公关部门加快速度 把我和谦旋的婚礼视频搞过营销 实在不行 把金色蓝手维钢到网上 最好都马上合作 当我老板看的 毕竟是我们公司的一人 这会不会不太好啊 怎么 你在质疑我 没有没有没有 那你还不快去 不是 等等 回来 给我说说我怎么红女人 您放心交给我 我保证夫人会跟你和好如初 这什么呀 你看看就知道 谦旋 谦旋 这些事我没有考虑出去 下次不会了 我已经开始公平了 只是很快就会过去 我的谦旋 倒是可爱了 不是 好 你不是喜欢设计吗 故事有自己的设计部门 要来吗 太好了 我回来之后就再也没有碰过了 回来 对啊 吓过来之后吧 为什么撤掉我的代言 这几天的负面新闻 还不够影响故事 这不是我的问题 都是记者在捕风捉影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小动作 最好够安分点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我怎么会做对你不利的事情呢 顾总 你为什么就是不相信我呢 我早就查清楚了 不然今天也不会找你 对不起 都是因为我太喜欢你了 所以 我对你没有兴趣 而且我已经结婚了 我保证以后不会这样了 那你能恢复我的代言吗 再说吧 你先出去 顾总 我不会把刑的 你姐找不到 你爸妈又逼着你回顾家 这次啊 你是插翅难逃了 可是这样下去 迟早就穿帮啊 要不 我也一走了之 那你爸妈还不得崩溃啊 啊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首先呢 你得真的成为夏千寻 其次呢 你试着去了解顾成泽 你姐姐呢 行为优雅 举止从容 收一收你跳脱的性格 减少她对你的怀疑 千寻三 生活自律 垃圾食品啊 一概不能穿 来点 少吃点垃圾食品 再动弄吧 我 除了这些 你还要学着讨好故乘和 抓住她的路 听说你喜欢吃辣 今天做什么菜 金玄 咱们结婚也有一段日子 我们是不是可以 不行 还不行 这次又是什么理由 我 我那个恐惧照一照 没事 我会帮你吃 不 不行 不 行 不 不 不 我会 去洗个澡 你先睡吧 我可能比较慢 我还不是不要你 我还给我睡觉 等了这么久 喝点水吧 我不渴 你喝就行了 弄完咱们给你进入主题吧 喝点吧 我都给你端上来了 你怎么不喝 三二一 完了完了 昨晚一定是什么 行啦 你做完 放心吧 我不会扯人之威的 我会等到你愿意的那天 再说了 你睡觉还猫腰打鼓了 谁又连行 老饭的看多长 我去上班去喽 主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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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就是他 就是他欺负我家素辣 这超你面对象 我打死你 我打死你 打死你 打死你 上班 你别关 你不关 够漂亮 无关 无关 你不打死你 那么不像 我打死你 我打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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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巧啊 你怎么会出现在那 一直联系不上你 有关来找你了 刚才 谢谢你 千雪 是我不好 是我没保护好你 嗯 千雪 别动不动就消失好吗 我会担心 知道了 干杯哈哈 讲真的 我已经好久没有这么放肆的吃过东西了 这个顾成泽不会把解你吗 他们那种有钱的应该不会啊 这个 哎你觉得他怎么样 挺好的呀 干杯 哎呀你们俩都喝了多少了 能不能不喝了呀 那 关键什么事 还有你 我假认了就不能安分点吗 我们去下一场 好 来 你 你把仗给了 去哪啊 你 去 去 你 喝了多少 我 喝了多少 那不是姓李的渣男吗 他都没回过来 看我们拼了他 你现在是裤台的 裤东西 你说不能按个点吗 谢谢啊 等等会儿 给你折腦的朋友帅 别说顾尘所 凭什么好事都让你站起来 做梦去 宝贝快上车 我不要 上车 上车上车 师傅停车 我不上车放开我 怎么 微集团说要倒闭了 显得你到处闯 今天的事我是不会放过你的 我就是惹谁了 你的人打我 你个渣男 你说什么 嗯 不是渣男 是渣哥 还真是 啊 手机呢 嗯 衣服怎么 啊 干不回事了 千许为什么会和依子认识呢 我昨天做了什么 他怎么这一副样子 嗯 昨晚你给我换的衣服 谁让你给我换衣服的 你不知道男女说说不亲吗 我给我老婆换衣服 有什么问题吗 问题可大了区 你以后不许 你以后少说说多久 否则 打断你的头 哇 名家制作啊 哇 嗯 顾总 晚上可不可以 请你和夫人吃个饭呢 没空 晚上夫人的闺蜜也会去 之前她在国外 没能回来参加你们的婚礼 觉得挺遗憾的 闺蜜 对 很好的闺蜜 正好我也给夫人陪个不是 之前因为我闹了那么多乌龙 想来夫人心里应该很开心吧 地质发吧 嗯 好的 好想还是第一次这么正式的约会 感觉还是挺不错的 这就惊喜了 这怎么很搞事情啊 你不是说是惊喜吗 一个是你的绯闻女友 一个是抢我妹男人的女人 怎么 你们是祖床过来跟我道歉吗 你干嘛呀 我真的不知道他们两个是这样的关系 如果知道的话 你千万别怪金小姐 她也是不想你上当受骗而已 倩哥 我今天来是专门给你道歉了 你原谅我好不好 你千万不要因为我和李卓的事情 就组织嫁给姑祖你 她是无辜的呀 苏苏你的意思是 夏千歌代替夏千寻 嫁给了顾总 苏苏啊 你讲话可是要讲证据的呀 你是千歌不是千寻 你主动和顾总弄个错吧 毕竟是你姐夫 肯定会原谅你的 苏小姐 如果你拿不出证据了 我只能请你去警局喝茶 苏苏 你说句话呀 我也是为了你好 不要一错再错了 你有什么证据 我上次看到 你还用着我送你的手机壳 你到现在还用着 我好感动啊 真是白了 我的手机怎么会在你那儿 这个手机壳是我妹妹倩哥的 但她后来送给了我 不行吗 但是 指纹是不是 千歌 顾总 骗婚可不是小事 我们还是搞明白了好 夏千寻可以解开夏千歌的手机 夫人不解释一下吗 这本来就是我夏千寻的手机 我当然能解开 怎么 苏苏小姐是不是觉得 偷了我的手机 就可以成功再赃我了 老公 麻烦你给我打个电话 好让他们死心 看 你姐的手机破解好了 用这不 不可能 肯定是你动了手脚 够了 你以为你是谁 不再敢耍口 别管跟你不客气了 还有金索拉 做好你的本职工作 不然 我保证故事不会跟你续约的 我 你也就这点本事 你也就这点本事 好 那边就安排坐到 好 这是我们新来的设计总监 夏千寻 大家欢迎 以后都是同事了 还请大家多多指教 这老板娘用名的东西 可以钓东西吗 苏苏姐 要不我们也上去带的话 这 飞完满天飞 都要凉了还转什么转 顾总 你为什么让那个夏千寻 来公司上班啊 她是故事总裁 夫人夏千寻 还有 下次见来之前记得敲门 顾总 以后不许再拿 夏千寻的身份做文章 你最近不用来公司上班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说过 收起你不该有的心思 既然你不能 那我就帮帮你 我可是故事的当红艺人 你就算再生气 也没必要听我工作吧 你的名气都是故事 用钱绑出来的 我随时可以换一个人 顾总 我不是那个意思吗 出去 别让我叫保安 倾诉了 是吧 我跟你什么仇什么怨 你要这样针对我 夏千哥 你会不知道 老公 帮我倒杯咖啡 好不好 唐唐顾总 怎么可能给你倒咖啡 给 我不喜欢喝这个味道 喜欢喝什么一起去吧 秦哥 许久不见又漂亮了 你认错人了 行了 跟你这么多年了 我还认不出你吗 我是顾成泽的夫人夏千寻 你那里有一道很特殊的疤痕 我猜顾成泽应该还不知道呢 秦哥 你怎么能因为跟我分手 就去嫁给一个不熟悉的男人呢 少自作多情 有屁快放 我最近在策划一个项目 手里还差点资金 现在你是故事集团的老板娘了 不就二十万说过去吧 你怎么不是抢劫呢 这不是由你了 再怎么说 咱们也是老相好 看在往日情分上 不得帮帮我了 只有十万 爱要不要 可以可以 不许再拿我身份说声 放心 还有 看好素素 别让他再出现在我面前 秦哥 我就知道你心里有我 滚 好 你是 顾总是吧 我叫李卓 是夏千 我是夏千寻的大学同学 请多指教 他就是夏千哥的亲密 李卓 你原谅我好不好啊 你千万不要因为我和李卓的事情 就赌气嫁给公子了呀 他来找秦旋干啥 你是秦哥 不是秦旋 你千万不要因为我和李卓的事情 就赌气嫁给公子了呀 话说回来 我还没见过你的说毛泰妹妹呢 咱们这次结婚他还没来啊 你真的不是教训我 等很久了吧 咱们走吧 你还记得这首歌吗 这唱的是什么呀 怎么有种相遇以别的惆怅 你不喜欢 不喜欢 这种王王的情愫我不能理解 那边有好吃的 我还挺喜欢这首歌的 很伤感 很伤感 但是我没有 顾承泽 啊 小心啊 你 你没事吧 你有没有眼中 我没事 你怎么了 为什么看到车不躲 疼 你怎么了 是不是有心事 解军 怎么了 事情 没什么 operation 因为 Terror 我想走了 aya уст 啊 今晚有用手不回家 不用 顾总你别喝了我送你回去 如果 你爱的人 一直在骗你 怎么办 顾总你喝多了咱们回去吧 我们回去 不回去 顾总 这是怎么了 顾总喝多了我送他去酒店 我帮你呗 啊不用不用 哎呀没事你还在这呢 我能干什么呀 咱们走吧 哦 好 哎 我拿下我的包 怎么喝这么多酒 哎这个喝了 也要喂 不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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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in 顾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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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对于今天热 有什么解释的吗 顾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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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了 你这照片都被炒成热搜了 照片哪来的 早天为什么会出现在酒店 我 行了 你先出去 这好歹有关乎我的清白 我都不能 出去 顾总 你最好给我一个合理的交代 昨晚是我把您放酒店的 我确实看到他离开了 我没想到他会返回酒店 来 我拿下我的包 我调查过去碰了 但那里的监控一直在修 具体如何进入房间 明映不得而知 是我的住户 我又回来啦 我又回来啦 以最快的速度了解事情缘由 找个机会和精速来解约 先澄清试试 把事情热楼降到最低 您对昨天的事一点印象都没有吗 有没有 和他那个 没有 这照片都出来了 这要怎么顾问 是因为对剧本拍戏 还是十三多年的兄妹 这种跳的半泡 我要你有何用 对了 夫人那边怎么交代 你先回去吧 好 他和秦苏拉到底是什么情况 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解释一下 哎 夏千哥啊 骗来的感情 只早是要还回来的哦 再说一遍 我是夏千玄 不是夏千玄 行了 别装了 顾总已经知道你不是夏千玄了 今天晚上 顾总还说他要和你离婚 然后娶我 你说我们结婚的时候 要不要请你来啊 他应该看到新闻了吧 为什么没有反应 谢了 你身体还好吧 既然你都知道了 那你准备什么时候跟我离婚去 既然如此 咱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了 等这次风波过去 我希望到时候下架 可以给我一个合理的交代 另外 做好你顾太太的职责 我不希望从你这传出文不合的言论 影响了故事 我不是夏千玄 你就可以出轨吗 还让我装态 有必要吗 有 离婚 就因为情绪了 是也不是吧 他知道我不是夏千玄了 最近一直躲着我 所以他绿了你 不但你这样扎心的 我以为那个顾成泽是个好的 合着站的能控都让你给填了 只有作品不会骗人 我要好好工作 好比解决不了问题的 半个月后就是国赛秀场 我一定要让顾成泽对我刮目相看 顾总 如果再找不到证据的话 那这事基本就要做实了 就单影响来说 对公司是百害无一利 已经有合作商开始解约了 还有夫人那边她会怎么想 她爱怎么想就怎么想 我故事又不是赔不起这点钱 顾总 别着了别人的道 这件事摆明了就是有人策划的 解决问题 找出幕后主使 才是重中之重 北桌大网上发照片的人找到没 跟着呢 还有 还有人跟着紧诉 如果幕后之人不是的 那最后 如果是的话 小青哥 到底是干什么吃的 怎么刚结婚 顾成泽就出去找别的女人了 暴露了呗 过两天离婚了 哦对了吧 顾成泽让你们下家给他一个交代 你 喂 爸 你还在吗 不在我挂了 你是要气死我吗 老夏 老夏你没事吧 怎么了 你别吓我呀 妈 妈 妈 我爸身体怎么样了 目前已经脱离生命危险 但是不能再受刺激了 我爸身体不是一直很好的吗 天歌 我知道以前我们对不起你 但是看在我们生养你的份上 能不能不和顾成泽离婚 我 你爸投资被人骗了 整个公司都赔进去了 你再帮帮他吧 他不能再受刺激了 你们还真是有事下天歌 是事下天歌 爸 吃天果 我不需要你在这儿照顾我 快回顾家去 你还信顾上座身边的女人少吗 喂 我需要你与顾时总在夫人的身份 还有新新闻发布会 我现在没空 啊 我马上到 马上到 顾总 顾总 对于那些传道 顾总有什么解释呢 顾总 让婚姻当初二气 顾总 请说这些事情 顾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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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初这段婚姻是否取出利益关系呢 就安静一下 安静一下 对于叶苏赵事件 是由于我个人的说服 被演戏人利用 顾机在我醉酒后摆拍线 我们一定会找出幕后黑手 领依法拯救其刑事责任 我不希望因为我的个人原因 影响了整个公司和家庭 顾总 您现在有什么想对夏小姐说的吗 曾经的我 不相信一见钟情 但当我遇到了一个女孩子 她阳光 自信 善恋 当我深深地爱上了她 我们每天都要相遇很多人 也要遗忘很多人 能在我心里扎根的 唯有你 我从未将婚姻是做过儿戏 现在不会 以后也不会 顾夫人 对于顾总 多次和丁绪拉成出诡文 你有能够离婚的念头吗 顾城则是我的选择 我们本来就是夫妻 我选择无条件地相信她 你跟金苏拉真的 不关你的事 我刚刚在发布会上说的都是真心话 看在我刚刚帮了你的份上 我们做个交易如何 半个月后的秀场 我帮顾氏拿到第一的位置 你在帮帮夏家的公司 怎么样 首先 我会查明真相 还我清白 其次 是你们夏家骗婚在心 我没告你们就已经不错了 还妄想让我帮助你们 你还真会打出一算 顾氏集团连续三年 在国赛秀场上 被V集团打压 如果这次拿到第一 顾氏集团的市值一定会大涨 你确定不考虑一下吗 你最好能说到做的 如果拿不到第一 我不仅会让夏家企业过程 还会让所有人知道 你们夏家提价骗婚 顾氏则是我的选择 我们本来就是夫妻 我选择无条件地相信他 怎么了 我的大明星 听说顾氏要和你解约呀 你别得意的太早 你以为顾氏泽喜欢的是你 最起码我现在是总裁夫人 而你 可是马上就要离开顾氏了吗 你说如果大家知道你的真实身份 顾氏泽能否立法忠义来保你呢 你先管好你自己吧 别以为我不知道 是你在背后陷害顾氏泽 那你拿出证据来啊 我还要工作呢 就不送你了 大明星 千哥 千哥 我不是跟你说过 不要再来找我了吗 再帮我一次好不好 你让顾总在这份合约上签的字 只要有顾氏的投资 我一定可以成功翻身的 滚 别再来招了我 小千哥 给我等着 小千哥 你以前真是很想 竟然不喜欢这么个混蛋 大家好 我是金苏拉 关于之前夜宿照片的事情 都是真的 其实我和郭成泽 早就在一起了 可是他一直不愿意 还跟我解了约 我一直觉得人人就过去了 可是现在 我发现 我怀孕了 这是贼心的死 这是我的孕检报告 这一次 我一定要为了孩子站出来 让郭成泽给我一个交代 给孩子一个交代 小千哥 应该也看到了吧 小千哥 你真的一点都不关心了 小千哥 当初我让你回国来帮我 结果你当天就去了 布氏集团的秀场 你说你要帮你姐姐 那这次呢 你又帮着布氏集团 来跟我做的 人家是顾太太 帮自己家老公很正常 我自家老公都和别人有孩子 大不了离婚各自美丽 以后不是没实力 我劝你这个假冒伟丽的姑太子 早点清醒 不要入习 太深了 不对了 我呢 刚刚答应了宋氏集团参加国赛秀场 到时候 你们要手下留情哦 顾总 经过调查 这张运检报告是真的 孩子绝不会是我的 这件事情 已经影响到故事的股价了 绝对不能再拖了 要不先找人 给金苏拉做一下运检 金苏拉 不会同意的 要不 先给金苏拉一个交代 等孩子生下来之后 再印DNA 继续查 好的 我现在就去 夏天哥我跟你说 顾晨泽 他绝对不是个东西 兄那天你喝多了 我送你回家 他打了我你知道吗 说是我的客户 放我鸽子 你说他是不是不是个东西 对 他可以在外面睡别的女孩 我也可以把绿布 说着吧 说着吧 放开我 放开我 我不是个东西 绿了 夏天哥 你怎么见谁都网上天 这就是你参加 国际秀场的本事 顾总有什么资格管我呀 按婚姻关系来说 是你出轨在先 现在连孩子都有了 按顾庸关系来说 你更无权顾问 员工的私生活 孩子不是我的 我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照片呢 怎么解释 信不信有你 你要谁相信你 夏天哥 还是夏天璇 曾经的我 不想见一见钟情 但当我遇到的一个女孩子 她阳光 自信 善良 让我深深地爱上她 原来 她那么爱我 今天 帮我个忙 不吧 没看我在这忙着吧 姑娘 她可有艾滋病 要小心 不是 你回来 你说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朋友 简直是最佳孙了 哎呀 我帮我个忙 我保证给你接受会更漂亮 不帮 你肯定是要帮那个顾成色 你俩不是闹帮的吗 就不能有点出息 毕竟当时是我欺骗了他 这次帮帮他 就当扯平了 两个相见 口是心非吧 说吧 怎么办啊 哟 这不是大名鼎鼎的 金素拉小姐 有事吗 我自我介绍一下吧 我是VG团的Eason 不知道金素拉小姐 有没有兴趣 来我们VG团 我想想吧 那行 你想好了 就带着入职表 跟提前报告 我随时等你来 帮我改一下提前报告 不能让我假怀孕的事情穿包 大姐你小声 哪有你 那我被开除了 可能还会坐牢 钱少不了你的赶紧的 这样吧 你先去检查 我再想想办法 最好别出什么差 嗯 张医生 那个贾主任 让你过去一趟 哦哦 好的 黄医生 你怎么还在这里啊 我顺便查了查 一个病人的病例 你竟然随意 算了病人的病例 你不知道这是违法的吗 张医生 刚刚太谢谢你了 客气了 幸会刚刚你叫住我 不然就让他给得逞了 这些资料能证明 金苏拉并没有怀孕 日前为她作响的医生 也被依法处置 我们还找到了 之前与金苏拉共谋的钩子 爱情交代 之前我与金苏拉的夜塑造 是金苏拉一手造化 这件事到此为止 我不希望再听到 任何风言风语 不客气 想说谢谢阿妞妞捏捏的 不客气 那是不是夏千玺 真的重要了 这些资料能证明金苏拉并没有怀孕 夏千玺 你为什么还不去死 为什么 不行 我可能就这样算了 我可能就这样算了 不客气 想说谢谢阿妞妞捏的 我 partes 你不客气 我 跟 你明天不用来上班了 天天就是要睡 我跟她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要谁相信你 夏千哥 还是夏千轩 看在我们生养你的份上 能不能不和顾成泽离婚啊 快回顾下去 你还嫌顾成泽身边的女人少吗 喂 喂 你 你现在在哪 放手吗 赶紧回家吧 哦 我到盛南路了 不快到家了 出什么事了吗 有几个人一直在后面跟着我 电话不要挂 我马上过去 进来往人多的地方走 不要慌 放松 往直正常打电话状态 救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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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先生哥 郑先生哥 那不是谁 这酗烈 JOSHK为了 干什么 啊 警察来了 快跑 快跑了 郭总 老爷子请夏小姐过去 这么晚了还叫我过去 肯定不是 顾老爷子找我有什么事 老爷没说 只是让我们请夏小姐过去一趟 我们夏家 真是在大宝天 连我都敢变 顾叔叔 我爸是为了付权我们两家的颜面 才出此限责 我也是被逼无奈 我看你们是不愿失去顾氏的胡植吧 对不起 顾叔叔 我看你们夏家 是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妈 有事为什么不是先跟我联系 老婆都被人换了 还有什么好谈的 你都知道 你早就知道她是个冒玩祸 事情不是您想的那样 我们多谢你三天之内 把这件事情处理干净 至于她 让她哪来的回哪去 我们顾家容不下这号人 不行 我留着她还有用 你还好吧 路边停一下 你先回家吧 我要去医院看一下我爸 我送你 不用麻烦了 救命 救命 我孩子 我看你 看你 你行吗 我这是怎么了 医生说你惊吓过度 不过没事 休息一段时间就好了 顾承泽呢 你做这样的还想着他呀 要不这样 我替你叫他过来 你能不能有个正形 原形 方形 我原形 我就是没有正形 你说顾承泽要是我一半贴心的话 我也不用这么多心劳力了 是是是 你说的都对 你们谁啊 你们是不是有病啊 光天换人家绑架 我告诉你 我如果不把故事告不成 我问一句 你答一句 放开 你跟夏天歌是什么关系 你说你明明在乎人家 却不敢表达 怎么 堂堂顾怂 你要怂的时候啊 闻不到你来过问 你该不会仅仅因为夏天歌的身份 就心存芥蝶吧 那我是不是有机会了 你试试 好了 不开玩笑 不过 我倒是希望 你那天说的话是真的 曾经的我 不相信一见钟情 但当我遇到了一个女孩子 让杨国 自信 善良 当我深深地爱上了她 其实当年你在秀场上看上的人 不是夏天许 什么意思 天天夏天许临时有事 是夏天歌代替的夏天许 天歌 原来一直是你 我喜欢的一直都是你 有了故事的自己扶持 公司也算有点起色了 那天歌怎么办呢 还能怎么办 让她继续握住顾家来 既然都到这个份上了 那国在秀场之后 我们就离婚吧 和平分手 也给彼此留点余地 我是不会离婚的 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 装过了夏天许 我想做回夏天许了 那就做你自己 你确定你现在喜欢的是夏天许 而不是我扮演的夏天许 给你约了临时的鲜金 下午去见个面 什么意思 你既然和那个女人是利益关系 那就赶紧离婚 不希望被有些人爆出来 是我们故事集团的总裁 没脑子 被一个女人耍着玩 我是不会离婚的 不离也得离 这不是和你商量 这是通知 离婚的话 我不信也把整个故事拍给她 竟然没有一个女人来威胁我 我只是在和丽华分夫妻 共同财产而已 滚 你给我滚 我是不会离婚的 浅哥 浅哥 我知道我可能醒悟得有点晚 但在我心里自始至终 喜欢的都是你 我看到你和别的男人在一起 我都要气疯了 我意识到一直是我自己 不敢面对自己 不管是什么样的你 我都喜欢 不好意思 刚听音乐没听到 顾总 那个李卓又来了 让保安时间点出去 好 我这就去办 等一下 让他进来 好 顾总你好 这是项目企划书 我现在对你的项目并不感兴趣 如果你能保证 以后不再纠缠千寻 我可以给你一笔钱 浅哥 顾总 还有别的事吗 没事 你忙你的 我先去吃饭 小心 顾总对不起 顾总对不起 走吧 你没事吧 你没事就好 浅哥 好疼啊 你看这片都发红了 我只想确认一下 你有没有受伤而已 你别多想 疼 浅哥 演技太浮夸了 浅哥别走啊 我是真的疼 你要不关心也关心我 我好一点啊 你就装吧你 我好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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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ży了 你先来 我好疼啊 如果你不清楚我的心意 我可以重新追求你 我会重新了解你 关注你 收信你的一切 并且铭记于心一辈子 那我看你表现 再考虑要不要答应你 必然 你抓紧不贴起来吗 你放心 以后你都每一个谢谢 我都会注意的 去吧 这次别再给我搞砸了 放心吧 这次一定没问题 谢哥 先吃点东西吧 我给你带了粥 我不饿 你自己吃吧 喝点吧 你要是忙的话 我可以喂你 快给吧 快给吧 我给你带了 下面有请几位入选的设计师做最后的设计阐述 一件成功的设计作品 不仅仅局限于观者 所能看到的色彩与形态 还有眼镜 千玄 千玄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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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玄 千玄 快叫千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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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一下让一下 都散开 保持心脏空气流通 应该是过 医生 我刚刚看到千玄吃了点粥 你看一下是不是因为那个 周里边人拆了东西 然后大量误食 导致过满修课 你醒了 比赛结果怎么样了 为什么 没有没有 是我瞎说的 大家不要停我下车 你打算怎么办 别担心 我会解决的 不走 不走 对您夫人的身份 你怎么看 请问您是否提前知道 双方胎人互换身份 对于这些互动的机会 咱们是怎么处理方案 已经后续是否跑 离婚就打算了 大家安静一下 夏千玄 我与你的相遇 本就非常不误 现在来龙去外 我都已经知醒了 所以 我决定要和你离婚 今天再承受了 刚才的意思吧 对啊 那夏千玄 小姐的公共是好 那今天拉小姐的意思 看这边 你怎么追究 夏千玄 小姐的法治责任呢 夏千玄 我从没想过 我支持这边 要吵的人都是你 是我不好 现在才找到你 所以 请你夏千玄 的事 重新嫁给我好不好 杰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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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还不去死 为什么还不去死 你怎么还不去死 吉苏拉 除了他还能有谁啊 再说 敢打你的主意 我恨不得决第三吃 把他挖出来 幸亏那天 顾老爷子也派人来找我 阴差阳错的旧裸英 所以说 我们注定是一家人 嗯 你们什么人 新小姐让我们和你聊一聊 我说 混蛋 放放在谁派你来的 用门 哎 喂 时间慢走啦 什么时候想走的 先把我要的东西给我发过来 啊 这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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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啦你们就对狗男女 听说你给李竹转了五十万 干嘛 想问你前男友神情为狂 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给我全部要过来 听见没有 遵命我的夫人 这次 你不会再躲着我了吧 你哎 我 你 多 你过得还好